赘利亚活动人士说 赘利亚部队在首都郊区屠杀民众 在大马市甲西北方的城镇达拉亚杀害了200人 而赘利亚国营的通讯社说 达拉亚的残余恐怖分子已经被清洗 进攻达拉亚是赘利亚军队收复首都外围地区攻势的一部分 赘利亚活动人士说 配备了坦克和武装直升机的政府军 亦对其他城市发动新攻击